他知道在这时候应该使多大劲 而且这一段其实进攻就有点太勉强了 有点强攻了 分数拉开多了之后你心态有些变化 而且这个落点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一味的攻 这球界外 拉斯姆特那个状态也不是很理想这场球 不是这场球 他其实有的时候比赛中他经常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就是看着特别主动 然后他自己会把这个球给打丢 只是就是慢慢他现在相对比以前他刚出的要好一些的 但其实这个还是还是他的问题 又是一个在这条边线的初见 对又是自己的一个无位失误 这时候主要还是看心理 看那个选手的这个心理 越着急越拿不着 放得很贴网 贴点杀 不过戴自颖这个正手的这步伐也有问题 这个上网好几个前面几个球还可以说你是敢做可能拿不到 但是后面这个就是弱点 对 是以后要去加强的 他的步伐基本上还是就是碎步比较多 基本上都是靠跑的 14比19 戴自颖还是在顽强的在追赶 这场球应该说面对实力强大的丹麦队 而且丹麦有盖德拉斯姆森 鲍伊和摩根森这些都曾经世界排到排到世界第一的选手 年轻的中华台北队 但是他们的女双年龄稍微大一些 其他的单向上都比较年轻的 中华台北队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尤其这个拼劲非常值得冲到 而且拼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对 场上很能体现出他们自己的这种特点 现在已经是丹麦的赛点了 挡直线 拉斯姆森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拌两局 胜了戴自颖 为丹麦队锁定胜局 这样丹麦队也以3比1战胜了中华台北队 他们再一次打进了苏碑的四强 他们将等待印尼和日本队的胜者来进行半决赛 他们这场半决赛是在明天晚上 星期六的晚上来进行 明天下午将先进行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半决赛争夺 很多人也认为这个丹麦将会是中国队 如果中国队进决赛的话 他也将是以丹麦队是主要的对手 来看技术统计 拉斯姆森的杀球是14分 但是戴自颖今天也表现了很强的这个突击的能力 得到9分 同时戴自颖的这个收调也让拉斯姆森吃了不少苦头 得了4分 在往前拉斯姆森是10分 戴自颖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他的正手勾对角 还是有问题的 另外推扑和抽挡这些技术 保恩拉斯姆森也有8个得分 戴自颖只有3分 但是在失误方面 拉斯姆森是送了33个 好 这场比赛就以丹麦队3比1取胜 而尘埃落定 稍后我们再回到演播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